淡海轻轨在红树林站轻轨与台北捷运中间转程 民众现在还是得要出站再走到平面再进站 显得相当麻烦 而对此捷运局表示目前正在虚工的站体连通道 将会赶在7月底前完工 淡海轻轨通车到现在超过了两个月 也已经开始正式收费 许多当初是营运期间的问题也逐一改善 例如车速过慢 班距缩短 增加班次 还有车门按钮反应改善 不过在红树林捷运站轻轨与台北捷运中间的转程 民众现在还是得要出站再走到平面进站 显得相当麻烦 而对此捷运局表示 目前正在施工的站体连接通道 将会赶在7月前完工 轻轨红树林站跟这个北捷红树林站的这个连通道的部分 我们现在已经克服了这个新旧结构物的一个施工的障碍 那我们原本是预计在大概在今年的8月底左右 会把它来完成开通 那我们现在整个施工团队希望可以加速 看可不可以在这个暑假来临之前来把它开通 那我们目前再往这个目标再迈进 捷运局表示原本这一座连接通道的工程 预计是在8月底前完成开通 但是考量到暑假来临 民众使用的方便性 因此将要赶在提前一个月在7月完工 而这项工程最困难的就是两边属于不同结构 高低落差大的建筑物 因此得必须谨慎施工 让乘客有一个平稳的通道 因为新旧建筑物有一些高层的问题 那这个新旧建筑物的高层 我们必须要让旅客是顺平的这个状况 方便行走 那所以大概是这个问题 但不过目前我们都已经克服了 其实对于乘客来说 大部分占8成以上都是由北捷淡水线的捷运系统 再转程到淡海轻轨 若是连通道可以使用 也让乘客可以更加缩短的转程时间 对于通勤族来说可是相当期待 而捷运局也将会在今年的7月前 完工开通 记者许多安一带水采访报报道